然後 是一個很像肥皂的東西 這個也很像肥皂 一個肥皂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十元大挑戰 好的 上一集十元大挑戰呢 我吃了18斤辣餅乾 還要嘗嘗 我覺得有點真實 所以呢 這一集我決定要 散戴自己 對自己好一點 所以我就去買了一個 我就是一直很有興趣的東西 然後呢 跟大家一起挑戰 一起開箱 好 那我們今天要幹嘛呢 今天就是要挑戰這個 秘寶傳說 那我要先講一下 為什麼我喜歡這個東西 因為其實我本來就 我本來就很 對這方面很有興趣 就是對考古類的事情很有興趣 就是我小時候的夢想 就是當一個考古學家 那在台灣當然是比較難一點嘛 我也沒有那麼多這個方面的天分 但是我們可以在這些 小玩具上面滿足一些 自己小小的夢想就很棒啦 那我先講一下 為什麼會選這個東西 因為其實就是 這個挖掘系的玩具 其實有做滿多 然後有很多有畫質啊 然後有一些生物的 或是什麼有的 蠻多的 那我買的這個是 挖就是有礦物啊 或是鑽石啊 就是 或是寶 其實我有挖 但我覺得看起來好像很厲害 然後所以我第一想說 那買這個蜜桶可能就好 因為反正都是同樣挖掘 應該也是有那個感覺 那我們今天一起挖掘寶藏 好 那我這個是在台隆首創館買的 然後我是買240塊 那我來看看我裡面最想要哪一個 有一個是劍好像被擋住 因為這個有點 我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 這旁邊這三個 我不太知道什麼東西 所以我最想要的應該是這個 黃冠 這是黃冠嗎 對黃冠 金剛先生 怎麼念啊 金剛先生的黃冠 好 最想要這個 好 那我們來打開它 裡面是長 這樣 首先是一個白色的東西 然後有一個鏟子 好可愛唷 很有感覺唷 很有感覺唷 囊臭 然後 是一個很像肥皂的東西 這有點像肥皂 然後還有 這個是刷的 刷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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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一種 裡面有一個紙 裡面有一個紙 就是劍上 劍也不錯耶 我現在覺得劍也不錯 然後還有龍耶 我好像感覺 感覺這四個就比較不會出現啊 一次對不對 然後 喔我懂這個意思 這個意思是 會有這四個東西 就是一次會有這四個東西 我還是想要紅冠 好 那我們趕快開始吧 好 準備好了 那所以要怎麼 要怎麼開始 真的沒有說要怎麼開始 嗯 這裡有 先把它 它都放一個紙上 我準備了一個托盤來裝沙 然後 把它打開 然後就可以開始挖了 好 非常簡單 那我先把它打開 先把這個 雷罩打開 好緊張喔 拜託給我黃冠 這不想要拿到 我不想要拿到大的 就是大的這四個 如果是要這個石頭的話 我還比較喜歡拿到就是 多個的 金牛座 金牛座 只拿到一個我覺得很不划算 好期待喔 非常多沙 沙會噴出來 真的也要點東西喔 不然 沙會滿地跑 好我來看一下接下來 就是 先拿這個 拿這個橋 就這樣 我要開始囉 好像太簡單了 我要開始囉 欸 可以穿上去 欸 欸 不簡單欸 是硬的 很硬欸 很硬喔 這有什麼訣竅嗎 這好像沒什麼訣竅 我媽等下會殺我 我媽等下會殺我 這才剛搓好地 現在是想說 我先從中間挖 先從中間弄出一個洞 就是這樣用嗎 欸 蠻好玩的欸 有感覺欸 可是這樣敲比較好 啊 我知道方法了 從這裡 從旁邊 從旁邊弄 從這邊弄 好像在鋸東西 欸 我找到破口了 欸 已經看得到一點點了欸 我覺得有點不妙 看起來不像皇冠 啊 喔 感覺是一個大石頭欸 喔 我不要 我要皇冠 欸 台灣 我挖出一個台灣 有沒有想 台灣欸 喔 苦中座 我的王冠 對啊 有點難 有點難突破欸 不掰斷 這樣看起來應該是 應該是這一個 這一個吧 不是吧 看起來應該是這一個 這一個 應該是吧 不是 又好像路比較黑一點 現在要先把它切斷 我走的路程 是先把它切斷 好 好 好 那一個 你看看起來 Kakak 那一個 快點 這個有點不像那個 好黑喔 好 跟大家報告一下中場進度 目前已經挖掘出百分之六十的樣貌了 根據實員研究員的判斷呢 持哪一顆 沒用的 棕色偏黑 然後蠻大的耶 沒錯 然後它的形狀非常奇特喔 形狀很奇特 切面很特別 看來它在生長的時候就是受到地形很大的影響 然後所以它這邊整個被切成平的 然後它的面積 它的深度蠻深的 感覺應該有五百年之久 你到底在說什麼 好 繼續開挖 裂開了 我是不是很有天分啊 我 各位觀眾 各位觀眾 我覺得我很有天分耶 接下來要進行這個刷刷 把這個粉刷掉 臉都是粉 自從看到它的顏色之後 我就知道它不是黃罐 然後我就隨便亂挖 如果是黃罐我會小心一點 我很怕把那個上面的寶石弄掉 但是自從知道是石頭之後我就 隨便亂挖 暴力挖法 可是呢 其實它這個石頭蠻漂亮的耶 有一點中中黑黑的 但是我真的看不出來 我真的看不出來它是哪一個 真的看不出來 我覺得應該是這一個吧 大きいサイス 所以應該是這一個 古代神聖的石頭 喔 好像可以趕走厄運耶 可以驅逐災難 叫什麼 虎的眼鏡 虎の目 胎歌愛 它叫胎歌愛 應該是吧 胎歌愛 這是叫虎眼 虎眼石 虎眼石吧 是 欸還不錯耶 很好玩耶 只是 我 運氣沒有很好而已 就是 沒有用到我很好吃 而且它後面有這樣耶 欸 這是真的石頭嗎 這是假的還是真的啊 這是真的 你中間有這樣子耶 這是真的石頭嗎 開始個懷疑 不過它長得滿美的 它中間還有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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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洞 石原研究員報告 好 本次挖掘 挖掘出一個 Tiger Eye 橘橘黑黑的Tiger Eye 另外 兩顆砂 剩下兩顆砂石 請問該如何處置 製作怎麼辦 遺跡的部分 好 我就知道我挖掘不到黃罐 好吧 不過我覺得很好玩耶 我滿想要買化石的玩玩看 黃罐我還是滿想要的 好啦 今天就到這邊結束了 謝謝大家 喜歡記得訂閱按讚加分享 石原大挑戰 下次見 掰掰 溫黃罐 大家在挖掘化石或寶藏的時候 千萬要記得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 不要開電風散 不然你的整件都是殺 手也是殺 臉也是殺 衣服也是殺 空氣也是殺